这就拿到两头就是 一哈就拿过去了 看我了 哈就翻过去了 吉他还是传统菜 我还是传统菜 因为它有的食材比较简单 但是简单的技术过头 我们就把它弄出来 工艺过头把它复杂 吉他一般就是用出工具之类 首先我们把它去骨 只要肉 你鸡腿软 就稍微要弄齐得多 首先我们把它抬一下 两会儿和 还有我们把它切成 齐了我 主要还有这种传统菜 现在好了外头吃不到 因为现在这些猪菜 都偏向有江湖菜 老传统菜是有些不愿意煮 非是非是 非利 现在把它剁一下 吃起了有点那种练义 可以沾点心 炸的起来就不得散 这个就差不多了 有口力感 但是尤其有点重 鸡肉是占七成 非是占三成 黄金鸡 但是鸡肉不得利 不得利吗 因为外面的炸的是脆的 很香 有点重 差不多有口力感 姜哈要少一点 哈要少一点 对 它这里做的就是取心 然后蒸香的作用 脆菜就是狗 这是第三选择 第一选择就是马蹄 因为它很脆 水分很脆 第二选择就是那个 地瓜你知道啥 它又脆 然后又甜 鸡骨肉我们就开始馋 一定要馋 胶质的一些 馋然后拿鸡肉 肥表的一些 融入到一起 还融合到一起 然后在馋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少许加一点水 水一个 哦 馋了它粘臭了 粘臭一点 好一锅方向馋 哦 还一锅方向 哦 你不要馋 馋我馋我 你又做做饭 好乱馋 馋的饭呗 来 吃粘臭了 味精的加得少 嗯 少加点 别加多了 可以少加点 别给它 把它喝着 脆菜 我给它加起来 香油可以稍微重一点 稍微重一点 嗯 好 我们就烤到的 我们再到来 拍网友了 这是道具吗 对 神器 这是干嘛用的 拍这个锦锣 你看吧 这些粗的这种 你叫巴那种 钉 钉了就切了这种 那你就把它拍断了 在你炸这个 就被它卷 可以了 倒杯杯也可以 倒杯杯那种 就钉起走了 一样的一种效果了 看完了 加入淀粉 这是满豆粉啊 对 全蛋糞吧 现在我们就要包馅儿了是吧 好 就开始包馅儿了 现在这鸡肉 我们来 擀在这上 一般包厚度就是 四门浓厚点 然后宽端大概就是 三到四厘米嘛 好 这要弄起我们就加串 蛋糞 边边把它弄起 上面会弄底底 就先把两头接过来 先封口 好 然后慢慢封口封 这就拉到两头 就是一哈就拉过去了 然后这方面 我们就这么多 就接了过来 不能把多了光用 多了就把它去掉 扣了就没扔了 吃下去 这个没得蛋液的 就可以在那种地点 手转来 手就行了 粉儿这个 然后均匀把摸到这个头 把这个这样按一按一下 然后这个钉钉了一下 实际上就是成心底 别顶多了 这些网友那手说的嘛 嗯 手说的就敲 然后那个钉一下 实际上就是 没得弄容易敲 两百分就要钉过 粉儿也不能多了 钉一下就OK了 就可以了 投一下 投一下 然后投一下它是不得烂的 两百度的油温 撒入几块了 撒油温 然后以下锅 实际上表面顶形 顶形过后 然后改小火 撒油温让它顶形 然后稍微刮小一点 然后让它停着 炸的时间就是三分钟嘛 炸到外面酥脆金黄 就会撒出来了 对 要翻到翻到地找 它是漂亮哈 应该都可以 是 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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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d il 有 有 有 不过干绝的人里 吃点肉躺出狮子 接也好 盖也好